8月下旬,闲逛康奈尔大学的植物园 一片比较阴暗的地方,种了日本林草,香蜂草 这就是成年或者是它应该具有的花园观赏效果 一片一片的随风起舞 站在visitor center看过去,取静通幽,让我找到入口 这里一片地背植物,Lamium非常常见 圣诞玫瑰,还有它正在开小兰花不认识 也许在多伦多地区不够耐寒,这是它的名字 原生中国西部 随着台阶下去的这一片地背植物叫银阳火 APPY MEDIUM也是推荐的花园植物 春天开的小粉花,小黄花一片片 哇哦,树荫下 这里是很多的地背植物,这个地方就叫Ground Cover Garden 很贴心的,有声读物,帮你获得更多的知识 信息 这些巨大叶子的植物叫Early Flowering Borage 只要是我没见过的,就是不耐寒,在多伦多地区不耐寒 看看这巨大叶子的,长型的,像大号的圣诞玫瑰 真不认识,真没见过 希望能找到它的名字,也虽然开了眼了 回去慢慢查 看烦了,这是它的正面 这个牌子呀,是Holly Fur,是它,在多伦多地区是可以买得到的 这里又找到一个牌子,我还想等到冬天啊 看看,这是哪一个,到底是这个圆叶子,还是那个 还是它 很多蕨类,其实有些蕨类也是长青的 冬天在多伦多地区,叶子也是绿油油的 只不过被大雪覆盖 刚才是从那边下来 这一大片圣诞玫瑰,你想一想 开花的时候得多壮观呢 又是一片日本林草 Roger Sea 洗水的地被植物 这个是Ghost Furn 感觉是不是像Japanese Painted Furn Tode Lily 这里种的全都是耐阴的地被植物 回头看 Brunner啊,这里见的不少啊 Silver Wins 叶子也开始有问题 给我的印象呢,就是它容易得病 开的小花就是勿忘我的小花一模一样 终于找到这个大叶子的名字啊 Brunsey Leaf,Roger's Bronze Leaf 好像在多伦多也见过 所谓地被植物就能覆盖一片土地 防止杂草生长 杂草 这个原生是日本和韩国 好了,那一阴的植物 小花园就看那么多 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